大家好,我是大树 黄明志在网络大战粉红期间发了新作 龙帝传人 远在英国的K博士 则文讯跑来留言 说你要来英国时呢 你得告诉我 给我留言 我们一起整个视频 然后黄明志就回复说道 谢谢你K博士 如果你来台湾或马来的时候 你也要告诉我 But don't touch me 看来黄明志已经想好更名了 我们一起坐等 绝对还有神座 不过大家都在沉浸在龙帝传人的快感时 魔粉刘同学却在网络里偷偷的哭泣 在网上求救 这个大致内容是他抱怨 自从那次事件以后 他已经几天没有出门了 原因就是他每天都遭到数以万计的流言的骚扰 他感觉非常崩溃 神经非常紧张 他说他自己是个善良和热心的人 突如其来的生活 却让他身心受挫啊 刘同学啊 是这样的啊 你想过没有啊 你受的这份伤害呢 所谓广暴啊 其实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事情啊 而且常年已久啊 从我一开始做视频 到今天我就一直在被骂啊 所以呢我给你个建议啊 爱国得有决心啊 而且当你坚决维护小国旗 要对爱国负责的那刻起 你的肩膀上就扛了两百斤的信念啊 有人谣传我有病犯了一腺癌 所以二百五输成了二百斤 天降大任于我 倒车革命尚未成功 提前报胎不可能 所以坚持坚持坚持不了就辞职 哎呀这个刘同学的遭遇啊 理论上讲叫活该啊 那我已经把K博士的所有事件内容 大致又都看了一遍 就是因为这帮魔粉啊 他们误以为K博士呢 在说他们是日本人 其实大家都知道 K博士说的那个日本是谁 是吧 就是他旁边的那个朋友啊 他是日本一个节目的经理 所以啊这个事件跟爱国呀 跟什么国旗呀 是完全没有半毛线的关系的 直到现在呢 刘同学他们都觉得自己 在被辱华啊 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呢 这些可以看见的证据啊 你刘同学敢说自己是善良啊 就跟王志安在网上 引战说自己是无辜 是一个德行的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听信了刘同学的 那么被出征的是不是 就是K博士了啊 你看啊 真的有大陆的人过来乘流量啊 他看的内容和刘同学说的大致相同 哎 这群人叫K博士是什么 老狐狸啊 可是呢 他却不知道啊 自己被红狐狸啊 迷得团团转 所以说啊 给别人带来伤害啊 说自己无辜啊 刘同学和王菊 其实都是一类人 一个属性的啊 一个弹钢琴搞娱乐的人 哎 你把人家硬生生的搞成了 实证音乐频道啊 你是不是就印证了魔供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没够啊 好事坏事 在他那里都是丢人现眼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们认为的好 其实多数是坏的啊 而所谓的好呢 又都是在红色和动物世界的认知中去做的 所以好坏他们做起来都是丢人的 所以说啊 刘同学 看来你的思想觉悟是不够的啊 送你个墙内的名言啊 怕死不当共产党啊 这个是魔供说的话啊 那我呢 再追加一个 能让你在体制内保命的真理啊 想活就当狗娘一样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